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中国禁闻 1月26号一年一度的 澳大利亚国庆日盛装大游行在墨尔本举行 当地有100多个团体参加 应邀参加游行的法轮功队伍 受到了主办方和观众的热烈欢迎 据法轮大法明慧网报道 法轮功平静祥和的功法展示 天国乐团威武雄壮的乐曲 还有美丽的扇子舞表演 都让在场的人们欢呼赞叹 主持人在介绍法轮功队伍的时候说 法轮大法是一种古老的修炼打坐功法 它基于普世原则真善忍 修炼者遍及澳大利亚和全世界100多个国家 他说法轮大法免费教功 欢迎所有的人来尝试这一安静祥和的功法 那么香港军事评论员梁国梁 1月27号在明报上发表文章透露 中共当局为了逮捕前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 曾经下令华东和华中12个机场禁飞 去年的7月中旬 华东有多个机场起降延误 几天后官方才通报是受到军事演习的影响 此事在当时引发境外媒体和国际关注 认为与当时紧张的中日关系 还有东海防空识别区的设立有关 梁国梁的文章说 最近透露出来的内幕消息显示 这次禁飞是为了捉拿企图外逃的周永康 文章表示 这次禁飞是继林彪事件后的第二次 据说是由中共党魁习近平亲自办令 也只有他才有跨越军民两大系统的权力 内蒙古新林郭勒盟阿巴嘎奇牧民特穆勒 因为多次抗议牧场 正用赔偿费不到位无果 1月19号在当地政府大楼的铁门上上吊自杀 自由亚洲电台引述南蒙古人权信息中心的消息说 特穆勒生前曾组织牧民上访 要求当局惩处贪腐官员 为牧民提供补偿 好 观众朋友 接下来一起关注这一期的时事禁闻